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来交通部就是递间递招王的成绩 然后连署书 这份连署书我们是在很短 而且是在过年期间的一个月当中 有几个人发指的一个连署书 在短短的时间 在一个不正式的邀请的情况之下 我们大家利用我们工作闲雨的时候 所大家签署的连署书 在一个不正式公开的 私底下的连署情况之下 而且在短短的一个月内 我们居然可以连署到3124个连署 大部分这里面的连署 包括我们的空地情同僚 包括我们的各个单位同僚 当然最多的 因为我们工作比较接触到的 是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包括机师 空服员 机务 以及我们的这个 历前那个职场 应该讲说陶芸职场工作人员 还有我们这些办公室员 这样一共有3000多个人 我们都认为说 目前的一个管理的思维模式 跟管理者的经营方式 跟他们的专业程度 是有殖余的 我们希望能够更换一个 更适合我们 好 恭喜 各位新闻媒体记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华航员工 员工序号636160 今日冷静平和的出席此成型活动 诉求只有一个 要求交通部重视华航管理成二 策划不是任董事长 虽然您可能认为3124份联署不够多 但这活动可是华航史上第一次 而且至今还有人想联署 但因为遇不到手上有联署出的干部 而没办法参加 我们都热爱华航 一直希望华航好再更好 但现在我们对华航的未来感到优势 我们今日站出来成型 期盼主管机关能够重视这个 代表国家属于全民的航空公司 我们努力的为大家的飞安把关 希望交通部为华航的永续经营把关 谢谢 华航今年的营收创新高 但是员工分不到红 员工分不到红 所以很多很多空服员上街头 那这也是因为空服员太累了 空服员非常的累 他们不但每个人都是超时工作 而且还要半夜所谓的红眼航班 每个人都是顶着红色的眼睛 累坏的眼睛 在辛苦的工作 这么辛苦的工作换来是什么 换来是非常非常差的年终奖金 也因此在今年一月的时候 有一千多位空服员上街头 但是华航这个恶劣的公司 他不但不但不知悔改 反而将市民带头的工会干部 让他们停飞 这很明显的是一个不当劳动行为 那这个案子目前还在继续打 但还是不见华航有任何的悔改的意思 那么多工服员上街头了 今天我们看到那么多机师上街头 华航你如果不再解决的话 将来就是整个工服员跟机师走在街头 因此我们要沉重的呼吁 华航要正式这个问题 正式基层劳动的权益 那我们现在请我们理事长 把那个程庆书递给这个我们的专门委员 来那个专委我们要指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接下来三天之后就华航的董事会 那来那个关谷 没有没关系 你既然接受我们程庆 你要基本的回应嘛 那关谷代表会怎么表态 我们面对不适任董事长 我们希望可以策换 关谷代表专委 你可以怎么回应将部未来 在三天董事会里面的表态 我想今天机师公会的诉求 我们已经充分理解到 我们也会依照行政程序 尽快来签报给部长了解 然后会做一个通盘的考量 是多久的时间要回应我们 我想我们会尽快做 三天之后就是董事会 可不可以立刻表达 我们今天就会马上 马上呈给部长了解 今天就会 好 那明天早上回应我们可以吗 我想我们部里会做通办的讨论 我想我们部里会做通办的讨论 我们还是希望专委 赶快回去表达我们的诉求 我们还会再回来招募 对不对 对 同时我们也是在警告 要来接下一任董事长的人 不要再像旧的董事长 一样不失任 不要像旧的董事长一样无能 对不对 对 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要求 谁在拜价 张帅无能 张帅无能 类似基层 类似基层 高层不收拔 基层苦啊哈 基层冒